王一 你再试一试 说了半天也就解决了这个灯 一闪一闪的问题 是吧 这个房间里头没有别的东西 只剩下这样一个开关而已 刚才我们摁下去了一个 确定接下来右边这个要按吗 要吗 要 按下去之后很有可能观众席就开始下雨哦 看着脑袋都带反了 是吧 来 一 一 二 哇 好刺烟 天啊 什么情况 不是 刚才是很慢的那种晃晃悠悠的闪对不对 现在按下去之后是突然的这种速度很快的一闪一闪的情况 心脏又出什么问题了呢 哎呀 你这一次捅了大娄子了吧 你最好给我捅一个大娄子让我出去呀 哎呀 我还是找专家来帮你吧 看来心脏的这个结构非常的复杂 刚刚呢我们专家说咱家这屋子挺大的 还分为上下两层楼 对啊 这两层楼线路肯定挺复杂的 如果要是电工去这个装修的时候 码电线的时候 那都是一个非常专业而浩大的工程 所以这一次到底问题又出在哪里了呢 这一次呢是王毅他的心率变快了 所以他就闪得特别快 要快好像有感觉吧 我们有时候比如说紧张的时候心砰砰砰砰跳 你看到美女的时候心砰砰砰砰跳 是吧 我跟你讲我还真的经常出现心跳加快 你看一个是初恋吧 老初恋 然后呢 一个是运动完之后 我经常会心跳 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撒了谎 那个心我也会慌一下 咯噔一下 会慌 是吧 所以经常经常 每天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或者是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就心一直很慌地在乱跳 有的人喝了咖啡之后心跳加快 喝了茶也会瞎快 所以心跳快这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常见吗 这种心跳快都是正常的 正常心跳快叫生理性的 我运动 我交感兴奋 我心跳就快 那么我紧张 我交感兴奋 我也快 我们最重要是要了解什么叫不正常的心跳快 比如说我休息 我今天心情非常好 我在马路边公园里面慢慢地散步看景色 突然我心跳一分钟两百次了 那么快 对 所以我们通常只能心跳一分钟 一百五十次 甚至于两百次左右 这叫心跳快 一百五到两百次每分钟 对 天呐 这结果干嘛 一百五到两百次 对 就这种感觉 那这是哪出问题了呢 这个也是电路出问题了 也是电路的问题 也是电路出问题 那咱们还是得把这个电路图拿上来 然后看看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让我们这个电路又发生错乱了 我们可以看 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正常传导 这叫豆芳节发电站 传出电往新房 再到变压器往新时 这个变压器管路不让它特别快 那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是模拟什么呀 这模拟短路了 就是多了一个庞道 正常你看带弯的 慢慢往前传 不能太快 但是这个呢是直的 所以它传特别快 所以在正常一分钟八十次 每两跳之间 它传特别快 回来又跳一次 结果就加倍了 我们是这种道理 这就是异常连通嘛 对 它和它直接发生关系了 对 它放出来的电 直接它就接收得到了 对 然后它一反应呢 又反回去 作用于这一盏灯 对 所以就短路了 所以它会在往前跳一次 正常跳一次 一分钟八十次 那么它在两次心跳之间 它又跳一次 结果呢就变成一百六了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动画 如果要是发生这样的短路的话 心脏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你看 你看正常呢 我们只有从豆芳节往下 经过变牙器 房时节 传到心时 它不能往回传 那现在我们看心房 心时之间多了一个旁路以后呢 正常跳一下 它现在变成跳两次了 所以心跳就变成一分钟 一百五 两百次 甚至于两百多次 等于加速了 那在您的病人当中 您见到过心跳次数最快的 会快到多少下 最快能跳到两百六七十次 一分钟 是 你模拟一下韩非 我没有那么快的那个 嘴都拿不了那个频率 但是呢 就是那个类似于机关枪 就是你看不见 心脏就这么跳 就是你看一个心脏 它就是这么快 那您说 在我们真正的这个心脏当中 这是肉长的 对 它怎么就会发生 这个短路的问题呢 也是先天性的 就是啊 就相当于有些人 长六个手指头一样 哦 它长出了多的一个点心 它心脏里面 多了一个电传导线 哦 就一个心脊细胞 你看不见 就可以比头发色还细 看不见 你要做解剖能看见 它有个传导 就像一个 多了一个看不见的细电线 但您说 这个有可能就是 突然之间就出现了 对 平常难道还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吗 对 比如我是这个史上术 有短路了 我犯病了 我一犯病可以跳 蹦蹦蹦蹦蹦 五秒钟 但我也可以蹦蹦蹦蹦跳三天 就通常是跳 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犯病了 为什么犯病呢 就是这个短路 这个旁路 它兴奋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心脏里面的压力啊 液体啊 不一定任何原因 它一兴奋开始了 就是只要你正常心跳 我就陪着你再跳一次 所以只有在犯病的时候 才能够发现得了 平常不犯病的时候 是正常的 是发现不了的 对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 这个心跳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跳动得特别的快 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先天 心脏里面多出了一个异常的电路 导致了这个问题出现了 对 好 我们先拿下道具 那只要是电路出现问题呢 要么就是跳得很慢 心脏的能力特别的差 全身的器官都会受影响 要么呢 跳得特别的快 我们也特别的难受 那这两种情况 哪一个是更危险的呢 您考虑过吗 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心跳快和心跳慢比较起来 哪个更危险 要快呀 因为我的心跳 你看刚才测了 基本上属于跳得慢的 我有一次去接欢到放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走着走着 那个心就要就砰砰砰 我感觉就要从这个嘴里面 就给蹦出来了 我特别难受 就感觉要窒息了 我就觉得我真的活不过那一会儿了 所以我觉得心脏这个要跳快的话 真的是要命 因为快了之后 你收不住它的话 有可能就砰 怎么可能 就是有那个极其危险的状况出现 你说心脏的跳动也是有极限的 过了那极限 对 你过了极限 可能心脏一下就 很难想象危险性 对 就有那种爆炸的可能性 那种感觉 如果慢的话 我们可以兴奋跑步 是吧 把它给嗨起来 对 我们听一些兴奋的音乐 你可以让这个心跳快起来 但是快了之后 你让它降下来很难 对吧 那到底心跳快还是心跳慢 哪个更危险呢 大家的健康知识是正确的 一般来说是快了更危险 心跳快更危险主要是少数人 就是快到一分钟三百次了才危险 两百次危险也不到 只要你血压不低就没有危险 跳那么快都觉得快要过去了 对 你觉得特别特别难受 但它并没有危险 那我很奇怪啊 马主任 当我们心跳快的时候 它毕竟还在往外蹦血呀 对 还是有营养和养分的 对 但如果要心跳慢的话 我们都说心跳要不跳了 人不就没命吗 不跳了 所以我总觉得是心跳慢更危险啊 对 心跳呢 极少出现 我的心脏不跳了 慢的停了 要命了 没有 所谓心脏停的 都是因为太快了 我们叫颤抖 颤动 到心跳三百次 五百次 到这种情况下呢 它等于不跳了 就我心跳到三百次以上 你那个叫颤动 而不是搏动 这时候呢 就心脏没有收缩能力了 血液没有了 只要超过几分钟 人就死掉了 那心跳快 怎么去对付它呢 大多数的心跳快 它自己会好 我跳几分钟 跳几个小时 这就好了 如果不好的话 你到医院 打一针它就好了 打一针就好了 对 就专门针对 怎么感觉像退烧一样 简单呢 不会 因为它是一个短路了 你打一针 让它短路停 不要短路了 立刻就好 就感觉就像把那个 钳子 把那个电线给剪断了 我的药呢 一打针 它专门针对短路 它立刻 它就不动了 不传导了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如果你老犯病 你到医院做手术 我们叫导管 射频消融 就一罐医面放支架一样 一个导管 从古静脉到心脏 找到那个短路 你可以找到 就像那碳雷气 碳到那个地点一样 这么精确 还能够找到短路的 那个线路呢 对 我们就找到短路 电烧 你一烧 它就这个短路 就是那个 切断了 电线切断了 一倍都不再算 原来这么厉害 这么权威 在业界影响力 这么大的马主人 是一个电工啊 对 电工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